炫富的人大家在生活中,在网络上一定都经常看到吧,有的杀名牌包包,有的筛好车好债,还有筛大餐的,但今天要说的这位男子的炫富方式就比较厉害了,那是相当霸气,他居然带了一条重达26斤的黄金项链,几乎都有小孩手脖子那么粗了,为了防止被人劫餐,还花重金雇了四名保镖先生保护。 这么赤裸裸的炫富方式也是没谁了,却了解这名男子是越南的当地土豪,36岁,是一个连锁卡拉OK的老板,收集珠宝和珍藏版摩托车是他的最爱,事情发生那天越南队和菲律宾队正在打比赛,所有球迷都齐聚一堂,观看比赛,人海中就出现了这戏剧性的一幕。 只见炫富男身穿黑色卫衣,一手一个奇大无比的黄金手镯,脖子上那条26斤的大项链更是引人注目。 再看看他手上戴的几个大戒指,感觉手都要废了的节奏,身边的保镖还时不时的帮炫富男,拖着项链上的大金牌,帮他缓解脖子的压力。 很多球迷看见他和纷飞球合照,炫富男倒是十分乐意,还跟和赢者不停显摆自己的每一件金手势,表示这些手势他每天都会戴。 网友看了纷纷表示,这是有史以来最浮夸的炫富方式了,每天这么能装不累吗? 欢迎留言写下你的想法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